台外事部门等单位在立法机构做报告时大肆吹嘘 声称美日安保同盟已将台海安全纳为重要战略目标 其绿媒体则爆出美对台军售新型号的 AGM-88空对地反辐射导弹等等 民进党方面用美国当靠山来自欺欺人还能骗多久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李孔志为你带来全面解析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在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上表态 不参加国民党主席选举 这会敲开韩国瑜参选之门吗 赵绍康邀请江启臣 朱立伦 韩国瑜等来营人士 何组成国民党所谓的影子内阁 要把党员的信心找回来 这可行吗 两岸时事评论员张斌 李孔志为您带来深入解读 美国总统拜登首度在国会发表演讲 恰逢其上任百天之际 拜登首次发言重点在推销些什么 拜登的国会演讲中强调 美国将与中国竞争 但不会寻求冲突 竞争而不发生冲突 有这么简单吗 时事评论员王健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精砖会务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我们首先来关注 针对美国海军网站 近日发布马斯廷号驱逐舰舰长 近距离观察辽宁舰的照片 美国士兵推特发布辽宁舰舰载机起降的视频仪式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29号表示 近日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有关海域开展正常演训活动期间 美马斯廷号驱逐舰持续对中方舰艇编队近距离侦查 严重干扰中方演训活动 严重威胁双方舰艇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 性质十分恶劣 中国海军舰艇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 中国国防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吴谦说 美县政府就职以来 美军舰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评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于20% 侦查机活动评次超40% 美方频繁派遣舰机赴中国周边海空域活动 推动地区军事化 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遵守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杜绝再次发生类似的危险事件 再来关注 美日领导人本月16号发表联合声明 其中提及台海问题 台湾市部门29号大肆吹嘘 称美日安保同盟已将台海安全 纳为重要战略目标 而侵略媒体则是鼓吹 美国将改受台湾更新型号的 AGM-88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被岛内网友讽刺说 改来改去能多当几分钟 台湾市部门等单位 零29号到台立法机构进行所谓台日关系报告 报告声称4月16号美日领袖峰会联合声明 提及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鼓励两岸议题和平解决等所谓有台立场 俗建美日安保同盟已将台海安全纳为重要战略目标云云 同一天 岛内亲密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近日批准一份合约 允许美国军火大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既有军售案基础下 改受台湾更新型号的 AGM-88空对地反辐射导弹 总预算仍维持1.38亿美元 传新型号为AGM-88E 全案预计在2022年9月30号完成 台军方官员28号虽说尚未正式接获消息 但宣称只要对防务有注意之事 皆表示欢迎 对此有岛内网友讽刺 根本就是在缴保护费 也有网友在台媒相关报道评论区留言称 美国又要诈骗台湾花大钱买武器了 两岸早日和平统一 美国老就没戏场了 还有网友表示 改来改去能多挡几分钟呢 有用吗 老旧的飞机用来安慰骗骗老百姓而已 美国都没有信心赢大陆 台湾算什么 何苦自欺欺人 自欺欺人一定是有好处的 没有好处 他不会做这种逆天行 不道德的事情 那么我认为有三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就是 可以把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或战争 爆发战争的这种责任 全部甩锅给中国大陆 虽然台湾的执政党明明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些军机的例行的演训 针对的目标是台独分子 但是他是硬要拉善良多数的台湾人 来当这个战争很可能的垫背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是他继续来催眠台湾人 好像付了钱缴了钱 就好像缴了保护费一样 那么就能够神功护体 刀枪不露地说服台湾民众 那无非是希望台湾民众继续傻傻地 让他花这些钱 那么第三个表现出只有台湾的执政党 才是美国的好朋友 只有台湾的执政党 才能说服美国来保护台湾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个自欺欺人的行为 一切为了选票 一切为了台湾的执政党 能够继续在台湾的政权 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 针对美方一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 早已明确表明坚决反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仙曾表示 美方对台授武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严重挑战中方核心利益 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 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如果有人一意孤行 我们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另据报道 几年前提出弃台论而引发热议的美国战略学者格拉泽 28号再次呼吁美国决策者 重新评估对东亚承诺的优先顺序 削减不那么重要的承诺 包括放弃台湾地区 以降低美中发生灾难性大国战争的可能性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呢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市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张先生您好 我们是看到呢台外事部门等单位 今天又在台立法机构做报告了 报告当中呢大肆吹嘘 说美日安保同盟已经将台海安全纳为重要战略目标 那您对此有怎样的评价呢 我们注意到这一段时间呢 美国呢勾结日本呢 包括澳大利亚等等的妄图呢 在亚洲形成一个对中国的整体的遏制圈 甚至呢希望把这个亚太地区啊 北约化形成对大陆的一个全面的遏制 那么这里面呢 作为第一岛链上中间环节的台湾 就成了呢一个战略的要点 所以美国在台海地区应该说动作不断 日本呢也追随着美国呢 一直加强跟台湾的联系 所以台湾啊岛内啊 民进党当局呢包括一些台独势力呢 看似得到了美国和日本支持 当然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兴奋 因为呢单靠这个台独势力自己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达到啊 说最终推行台独 实行独立的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他们就妄想着希望借助外部势力 比如美国 比如日本能够势力来协助他们防御大陆 协助他们呢搞这个台独 这一点啊从美日之间的这样一个动作来看 确实是给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呢打了一剂强心针 甚至可以说给他呢打了一剂兴奋剂 所以他们呢认为呢 这样一个整体遏制大陆的态势下 台湾能够从中于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啊 虽然美国在这边啊 形成了相用的一些包围圈 把台湾也纳入到所谓的战略的节点 但是一方面美国呢 现在以他的实力 他没有在这个台海地区挑战大陆的 这样一种胜算的准备 而且呢在很多的方面呢 美国日本都是基于这现实状况 或者说现实主义 来考虑自己国家的这样一种发展的 因此也不是铁板一块 包括日本对华态度等等 也在呢不断的变化当中 所以台湾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外部势力身上 显然是打错了算盘 这些外部势力给台湾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啊 信号其实也是错误的 也会让民进党执政当局和台独势力产生一种严重的误判 主导权主动权其实牢牢掌握在大陆的手里 未来实现主国统一 这是尤其仅有的一条路径 这也是个历史大事 任何势力包括外部势力的介入 都是无法阻挡的 这一点其实美国日本都是非常清楚的 而蒙在鼓里或者说揣着明白装弧度的 恰恰是民进党执政当局 他们光看到了美日之间同盟 最近美国的一些这个学者 又把这个弃台论又摆在了台面上 认为美国现在日渐衰落 已经无法挑战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亚太地区 形成一种利益层级 第一位保护美国本土 第二位保护美国的这种传统的盟友 日本韩国 而台湾和南海仅仅放在了第三四位 甚至说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承诺放弃台湾 以避免两个大国最终一战 其实台湾如果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消息 恐怕心里就要又要凉凉了 因为台湾只是美国和日本 在地区博取利益的一个棋子 如果一旦说他的利益远远的小于 这些国家可能付出的代价的话 那么很快这个棋子就会变成棋子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28号受邀到中国国民党中常会 进行专题演讲 赵绍康先是花了很大的篇幅 痛批民进党当局施政 只会云民 只会将台湾带向战争 随即话锋一转 他开始炮口对内 批评国民党不仅保守 还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让支持者痛心 大家不必麻烦 也不必修选举办法 我不会参选国民党主席 赵绍康28号下午到国民党中常会 专题演讲 一开口就表态不选当主席 随后赵绍康开始强力炮轰 民进党当局 完全施政 完全乱政 想地盘 派起分赃 吃相难看 简直就是其心威权 心贪腐于一体 怎么能够把台湾带向战争 怎么能够把年轻人带向牺牲 怎么能够把台湾的安定跟繁荣 带向毁灭 战争不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战 战怎么战啊 最后一个答案 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和平 民进党继续执政 继续这样乱搞下去 会带来战争 但赵绍康话锋一转 开始痛批国民党的问题 民进党干得这么烂 国民党为什么选举还会输呢 太老太保守 不敢突破 没有新意 已经在野 还以为自己在执政 抗争也不敢 立法院没几个战将 尤其国民党内互打 让赵绍康恨铁不成钢 讲到激动处一度气愤到拍桌 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经常见面手牵手 见面小咪咪 背后下毒手 我这次回国民党就能讲了 赵绍康毫不留情点出党内问题 会后媒体追问 韩国瑜是否因赵绍康不选国民党主席 而会亲自参选 赵绍康要媒体自己去问韩国瑜 其实在过去赵绍康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 他绝对支持韩国瑜出来选党主席 他说在道义上面一定挺他 所以他就这样用词 当然外界也有很多的报道说 也许这是一种江兆的联盟 他说的是赵绍康支持江启成选党主席 江启成支持赵绍康参选2024的台湾领导人 我觉得这些话都好像 这些揣测都过多了 有些也掺杂了很多的阴谋论 但是我们要凭良心说 如果赵绍康不选 对韩国瑜来说 不只是参选的机会会加大 因为已经有报道韩国瑜在考虑 他说这个几率是大于一半的 有可能一半的几率 那么不只是韩国瑜参选的几率更大 我觉得赵绍康不选 韩国瑜胜选的几率也会提高 我觉得这才是这件事情 我们思考的关键 也就是赵绍康不选 可是他过去累积的一些声量 他所凝聚的一些人气 在他表达他的意愿 以及事实跟韩国瑜做个人的切割之后 其实反而有助于把这样的能量灌注在 韩国瑜的身上 会补韩国瑜的不足 那么韩国瑜参选的正当性也会更高些 但是我觉得这些 不管是媒体的报道 有心人的揣测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觉得看到一个迹象 就是国民党目前的民心都愿意站出来 团结起来 那未来才有胜选的可能 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就是赵绍康选不选 是不是能够让国民党党主席的选情更加明朗 那么能够凝聚更多力量 能让更多个太阳能够聚集在一起 团结起来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另外赵绍康28号晚间在脸书发文 批评民进党抱着所谓仇中反中及反核的审主牌 掩饰施政无能 国民党不团结 希望邀江启臣 朱立伦 韩国瑜等人 核阻所谓影子内阁 把党员的信心找回来 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 张先生啊 赵绍康呢 他还希望邀请江启臣 朱立伦 韩国瑜等人 组成国民党的所谓影子内阁 要把党员的信心找回来 那您觉得这种方法可行吗 赵绍康这样一个提议啊 希望组成影子内阁 把这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这些大佬们 能够形成合力 来进行新一轮的选举 包括提振党员的士气 这样一个思路当然是对的 国民党其实啊 在台湾呢 有着深厚的根基 但是这些年来呢 日渐的衰落 这种衰落呢 有各个层面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恰恰是赵绍康所说的 这一点就是 他内部的一个不团结 也就是内部不团结 各自呢 为了各自的利益 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利益势力 相互之间呢 不仅不帮忙 反而有时候会添乱 内斗远远的大于对外 这时候就造成了一个内耗 那么国民党在很多选举中 其实啊 失利内耗呢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赵绍康希望形成合理 来应对外部的这样一个挑战 特别是民进党的攻击 显然是一个合理的思路 但是这么做何其难也啊 赵绍康这两天已经宣布了 由于受这个相关条件影响啊 不满一年 所以呢 已经退出了国民党主席的一个选举了 那么未来 现任主席江启臣 还有呢 连胜文 还有呢 前主席朱立伦 包括韩国瑜 都可能有问鼎主席的这样的一种啊 机会 所以未来面对的党主席的选举 可能国民党内部就面临着一个博弈和厮杀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形势下 恐怕短时间内的团结是难以达到的 如果想团结 恐怕要等到新主席选举来 选举出来之后 可能呢 还有一丝的这样的可能 但是以国民党啊 以往的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的那种特质的话 想让这些不同派系 不同的利益的 这样一种人员能够整合起来 我觉得非常难 不但有不各自的利益 甚至在各方 在两岸的论述上 在国民党未来的发展上 都有着不同的意见 有着重大的分歧 如果让他们形成合力 达成共识 难度可想而知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28号报道 新党青年军王炳中 林明正 台北市议员侯汉庭 以及王炳中的父亲王靖部 被台湾检方指控 与大陆学生周洪旭共谋 在台湾发展所谓情报组织 涉嫌违反所谓台湾安全法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近三年 4月28号判五人均无罪 谢谢程审的法官 经过两年多的辛苦 最终判决 周洪旭 王炳中 林明正 侯汉庭 王靖部 等人无罪 这是司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王炳中 侯汉庭 林明正 及王炳中父亲 王靖部私人 此前遭民进的当局指控 与大陆学生周洪旭 一同在台湾发展所谓情报组织 涉嫌违反所谓台湾安全法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近三年 28号判处五人均无罪 可上诉 对于今天的判决结果 唯有意外 也有不意外 不意外的地方是 我们从头到尾就说 主张统一 追求理念 何罪之用 法官能够抵抗得了压力 那么一切根据法理 根据证据 根据公益 判处我们所有被告不罪 我在这里 还是有小小的 不意外的原因 2017年12月19号凌晨 王炳中等人在住处 遭台当局检调机关搜索 并强制传讯 此事在岛内引发各界震动 也引发民众对绿色恐怖的忧虑 案件审理期间 王炳中等人遭台湾检方 限制出境出海 且限制期不断延长 在答辩交锋的过程中 侯汉廷 王炳中等人的律师质疑 相关证据遭台所谓调查局 动手脚 王炳中等人 更怒止民进党打压 异议人士 痛批检方将证据拼凑写故事 只为将他们定罪 在被判无罪之后 黎明正受访时 一度哽咽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特别是我的太太 这三年多来 她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想 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回答 我感谢她 谢谢她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恳请 相关单位 在法院已经做出无罪判决之后 应该尽快解除我们所有人的限制出境 王炳中指出 检方的指控完全没有逻辑 此案拉上周洪旭就是为了要把原本正当立案交流 扣上所谓共谍案的帽子 而大陆学生周洪旭28号接受访问时表示 自己已经看到判决术的内容 很感谢法官能依据事实 凭良心讲话 钦佩法官的道德勇气 不过自己当前仍然被限制离开台湾 每天早上都要去派出所报道 对于自己何时能回大陆 周洪旭则仍持悲观态度 如果检方不断提起上诉 采取拖延战术 也许除非立案统一 我才能回大陆 他呼吁台检方 重拾从事法律的初心 误为特定政治势力的利益 出卖良心 早在大陆学生周洪旭 被民进党当局 指违反所谓台湾安全法时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就曾表示 在台独势力大肆渲染 大陆在台情报渗透严重之际 发生此事 背后动机令人怀疑 先是干扰立案正常的校级交流 现在又在赴台就读的大陆学生身上做文章 只会进一步伤害 立案教育交流和同胞感情 恶化立案关系 而对于此次审判结果 林明正表示 民进党当局不希望看到立案民众交流 就扣上所谓安全的大帽子 限制民众的自由 新党的这些组织 没有在发展什么秘密组织 同时所谓接触的这些所谓军人 都是我跟侯汉廷的朋友 那本来就认识了 那也没有说要邀请他们去发展什么秘密组织 而这些答案其实北检早就知道了 他们在侦办的过程中就都了解 没有人被发展 甚至包括在2018年 都开了记者会说没有军人被吸收 可是北检硬是要起诉 所以浪费司法资源这三年多 就告诉大家说 不要说好像人民跟大陆有往来 你就要用大帽来扣 那你限制人民的自由 到最后变成法西斯独裁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施元 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湾地区爆发华航七失感染新冠病毒事件 让民众人心惶惶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其中一例为机场防疫旅馆的员工 一例为案1078华航机师的同住家人 还有一例疑似病例 则为航空公司的机师 华航机师染疫圈越来越大 让人担心隐形传播链越演越烈 不过岛内医界却有相反的看法 认为整体华航机师案 裁剪了1279名相关人员的血清抗体 却只验出三个人是之前没有确诊的案例 可见这个病毒传播链已经断掉了 从这个血清的调查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这些病例很多都已经在 可能一个月前就感染了 所以它的最初的感染源 可能在一个月之前 有可能 所以大概不太容易找 没有错 不太容易找没有错 但是没有感染源 要做起来还是可以做 我们就给它做广匡列 王任贤强调 如果传播链断掉 代表最初的感染源更难找 因此台防疫部门不能掉以轻心 应该继续扩大匡列范围 而在29号一早 被当作临时防疫宾馆的诺夫特饭店 临时接获通知要被全部清空 就是因为饭店内有工作人员 确诊新冠肺炎 消毒人员穿上防护衣 进行现场管制 以及清洁消毒作业 过后还要静置14天 只是没想到清空饭店的消息 来得又快又急 让外界怀疑 是不是华航机组人员 检疫用的饭店管理 清洁消毒出了问题 因为有新的确诊案例 那经过疫情指挥中心 做现场实刊 他认为这个一馆二馆 那么足迹较为复杂 那防疫风险提高了 那所以决定要禁空诺夫特 桃园市长周文赛证实 是因为诺夫特饭店内 有主管确诊 所以指挥中心 才紧急要求清空 里面的422人 被安置到其他防疫旅馆 但周文赛也提到 其实过去这几天 他就不断叮嘱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已经很多次提醒 疫情指挥中心 针对包括这个华航的机师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确诊人员 足迹较多的地方 那么要采取高标准来防疫 从机师连续爆出确诊案例 现在才将犯定清空 陈时中虽然说 要持续厘清感染源 外界仍然质疑 他没在第一时间筑起防火墙 时间上慢慢拍 28号上午 台立法机构审议会计法规 修改议题 由于牵涉到公务机要费的 除罪化 蓝绿阵营爆发了激烈肢体冲突 国民党机民带更是 掀翻桌拆麦克风来表示抗议 场面一片混乱 台不够犯民进堂 台不够犯民进堂 将讽刺陈水扁的李雀和发票 洒满主席台 台立法机构审议会计法规修改议题 由于牵涉到公务机要费的除罪化 蓝营质疑是为陈水扁量身定做 明带们审查便开打 蓝营明带将计时器的电线拔掉 逆事人员只好往旁边躲 翻吊的桌子变成堡垒 蓝绿明带各站一边激烈互呛 双方你推我 我推你 爆发肢体冲突 由于场面太混乱 被请来做报告的官员也全被晾在旁边 而提案修改相关法规的民进党籍民带 蔡逸宇本来想发言 但是被国民党籍民带举着牌子挡在面前 最后还被包围 在口角和扭打后 公务机要费除罪化 修改议题被继续搁置 绿营想为陈水扁脱罪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来看下一条 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近期因为替日本核废水辩护 还把台湾核电站牵扯其中 引起巨大争议 台湾立法机构外事小组要求其回来报告 但谢长廷以隔离检疫为由并未返台 对此 台立法机构外事小组召集人廖宛汝宣布 将在5月24号再次召开相关议题的会议 干笑两声 吴钊燮开始收拾公事包 台立法机构外事小组的背群 不到5分钟就结束 1月24号谢代表回来 谢谢我们会转达 会转达这样子 这个部分实际执行上会不会有困难 我们会转达 日本政府做出两年后 排放福岛核废水的决定后 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公开为日本辩解 还声称台湾核电厂也排放含放射性元素的核废水入海 引发巨大正义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党团要求 他29号返台接受背群 不过谢长廷以隔离检疫为由拒绝返台 我们有询问过指挥中心 必须要经过两个礼拜的隔离 再加上一个礼拜的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等到我们接到通知 谢大使是没有办法回来的 不过谢长廷的话已经引起公愤 国民党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本期在此宣告5月24日将安排相关的议程 邀请外交部谢代表 所以你告知就是谢代表 5月2日之前一定要回台湾 因为今天谢代表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 本期在此宣布散会 国民党明大表示开会的通知上周就已经发出 谢长廷不该以疫情为由回避监督 而网络民调显示高达9成3的民众认为 谢长廷发表台湾核电站排放核废水的言论不适当 有失职责 这些民进党委员就摆明了要帮忙为事嘛 就摆明了要帮忙护航嘛 不用了 太恶心了 谢长廷先生 最近的言行就让我们的感觉 他就是汉奸 他就是台奸 蔡英文好像是日本殖民地的领导 尽管又发了一份通知 但谢长廷究竟会不会回台接受背询 还是继续找其他借口逃避 全台民众都在等着看 来看下一条 民进党籍民代高嘉宇 发现台北内湖有建案公共设施超过五成 要求台内务部门检讨高供设比的情况 并且质疑民进党当局为何要把机电设备 也列入公共设施 不料遭到台内务部门副主管花敬群当场回呛 机电设施是必要的 没有电梯难道你要飞上楼吗 没有机电你们怎么坐电梯 对消费者非常的不公平 就是说跟我实际居住面积 是要相同的价格的话 你先把一些正常的东西缩成很遏止 没有机电没有电梯 你上楼用飞的吗 民进党籍民代高嘉宇为了建案容积率 与台内务部门副主管花敬群言辞交锋 两人会杠上是因为部分建案的公共设施比例过高 公设比呢冲破35% 1000万买房500万是公社甚至在我们内湖出现将近52%的高公社 高嘉宇表示这几年在台内务部门放任下 新北和台北地区建案公社比不断创新高 台北市平均一口气突破35%大关 在内湖甚至有超过50%的高公社 等于花1000万新台币 有500万在买公共设施 让岛内民众怎么忍受 花敬群回称 这种说法是在扭曲 更是当场直白回抢 消费者不要去买就好了 消费者有时候是没有办法不得不的 花敬群随后表示 绿营民代对于这个问题应好好理性讨论 而不是制造话题让社会更冲突 让正常改革无法推动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诗员 一起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当地时间28号晚间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国会 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首次讲话 由于拜登政府的副总统和众议院议长 都是女性 这次演讲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画面 在美国总统国会演讲当中 首次同时有两位女性 坐在总统身后的讲台上 拜登在演讲中宣称 美国抗议取得进步 美国要再次向前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东时间28号晚9点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100天之际 首度前往国会发表演讲 在承认美国经历了一系列危机 包括新冠疫情及他造成的经济破坏 以及1月6号暴徒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后 拜登说美国再次向前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 过去一年 美国社会面临着层出不穷的种族歧视 警察暴力执法 枪支暴力等问题 拜登想调 美国国会应立即采取行动 对警察部门做出更大的改革 根除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拜登还在会上谈到了 美国的经济复苏 就业税收等内容 并提出了针对儿童 学生和家庭的 总计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 拜登在讲话中 还直接向美国人推荐其政府的基础设施计划 并称该计划将以美国投资原则为主导 美国就业计划的所有投资 都将遵循一个原则 那就是买美国货 买美国货 拜登称 美国纳税人的钱将被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 从而创造美国的就业机会 这本该如此 这届政府也将会继续这样做 关于目前的国际关系 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冲突 他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 美国不寻求局势升级 但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和网络黑客攻击等行为 美国已经做出回应 拜登指出 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 美俄两国也可以寻求合作 此外 拜登还把矛头指向中国 宣称将保持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 并承诺将推动技术发展和贸易 拜登说 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迅速接近 我们必须开发并主导未来的产品和技术 但还提到了所谓不公平贸易和所谓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 拜登声称 美国将和中国及其他国家竞争已赢得21世纪 但还将美国和中国的竞争视为民主和专制间的竞争 但同时表示 不会寻求和中国的冲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民主并非某个国家的专利产品 打着民主旗号党同乏裔 更是对民主价值的亵渎和操弄 希望美国对中国不要有酸葡萄心理 以更平和理性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演讲的第二天 也就是4月29号 是拜登执政满100天的日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 仅有53%的美国人赞同拜登上任以来处理工作的方式 再自1945年以来的历任总统中排倒数第三 支持度仅高于福特和特朗普 就此话题 我们来联系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王先生您好 拜登他作为总统是首次在国会发表了演讲 媒体评价说他当起了首席推销员 此时是恰逢他上任百天之际 那拜登首次国会发言的重点是在推销一些什么 您如何来评价他上任百天的表现呢 的确这一次呢拜登在自己上任百天之际在国会发表演讲 作为首席推销员呢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要推销自己的政治形象和自己的政策主张 那从过去的一百天来看呢 这个拜登在某些方面的确这个表现优异 比如说在控制美国疫情的方面 美国在这个新冠疫情传播蔓延开来之后 尤其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造成了疫情失控的这个局面 拜登上任之后呢 当时做出承诺啊 在短短的时间内要注射两亿剂啊 这样的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 目前呢来看这个目标基本达成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呢 确实拜登在控制疫情方面要比自己前任做的好得多 这也直接反映在自己的支持率上啊 目前是52%是特朗普从未企及的高度 但与此同时这个数字呢 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差的这个总统 就说明了事件的这个另一面 当然在某些层面呢 这个拜登在面对国会的议员演讲啊 也是在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 比如说啊 他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和美国就业计划 那更重要的是为美国制造站台啊 比如说他在演讲中明确的提到 就是美国就业计划投资所投出去的钱 一定要花在购买美国的这个制造业产品上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拉动美国的就业岗位 美国家庭计划看似不起眼 好像这个计划当中啊 都是给美国的家庭 比如说提供更有质量的 这个入学前的这个服务啊 比如说在幼儿园阶段怎么样 给予更多的补贴 但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个政策 事实上很多这个美国人啊 比较头疼的啊 就是在学龄前的这个阶段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教育体系啊 免费的啊 从这个小学开始到 这种大学的一个校门 在这个阶段呢 政府是托管的 但在幼儿园的阶段 事实上很多家庭非常苦恼 顾不起 美国人力这个很贵 顾不起相应的这个这个阿姨 那只能通过一个办法呢 就是啊 夫妻一方辞职 在家照顾孩子 那如果这个拜登通过此举啊 美国家庭计划 解决很多美国家庭 在这一阶段的这个担忧 恐怕对推动就业 更多的人啊 这个进入职场 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一次呢 演讲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 节点上 我想拜登更重要的是要展示 自己上任之初 做出的种种承诺啊 种种这个这个宣誓都逐步的在推进 同时也要在接下来啊 进入更加实质性的这个执政阶段啊 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被美国人民认可 在国会这个两党之间拉锯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自己的政策主张更多的 得以通过得以执行 我想是做足了努力 我们还注意到啊 拜登的这一次演讲 还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画面 在美国总统国会演讲当中 是首次同时有两位女性 坐在了总统身后的讲台上 拜登他自己也是着重强调了 这样的一个细节啊 那想请教您一下 拜登的这一个动作 是在传递怎样的信息呢 拜登始终想把自己打造成为 历史的创造者啊 这样的一个形象 比如说在竞选阶段 就任命了哈里斯 作为自己的这个政治副手啊 来共同在竞选当中啊 拉选票啊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 这个拜登携手哈里斯入住了这个白宫 可谓说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历史上 还没有一位女性成为 这个比副总统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啊 所以的确缔造了历史 那这一次演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拜登在演讲中 直面啊 直言提到 这一刻创造了历史 我身后的两位 一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哈里斯啊 另一位呢 是美国国会的中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啊 能够看出两位都是女性 自己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所以正如前面的问题所提到的 这拜登总是想通过这次演讲啊 给美国人民创造一个自己不断创造历史 锻造历史这样一个形象 我想通过自己的言语呢 更多的提及了这一点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元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就拜登发表上任以来 首次国会演讲的相关话题呢 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市的时事评论员 王健先生 王先生啊 拜登的国会演讲中还是强调了一点 那就是美国将与中国竞争 但是不会寻求冲突 但是要竞争而不发生冲突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美国能做到吗 的确在这次演讲的过程当中 甚至在此次演讲之前的这个执政 百天之内 拜登多次提及中国 甚至提及和中国之间的比较竞争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啊 提及竞争相对是比较多的 这和中国人的文化截然不同 中国人的文化体系当中 尤其我们的传统文化 更多讲合作和谐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可能两国的这个文化是有差异的 但是只提及竞争 不谈及合作 而要避免对抗 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呢 这个美国政府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的确让人非常非常的担忧 比如说美国国会近期出过 这个出台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 厚厚的一大本法案当中 太多的地方谈及用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 外交的军事的啊 甚至所有层面的力量 去遏制中国的发展 那谈了这么多竞争 没有谈到任何一点合作 那事实上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美国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两者更好的合作 或者说合作的层面 是远大于竞争的层面的 这也是习近平主席 多次提到的新型大国关系的 实质和内涵 在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拜登此次提及要竞争 但是不要产生相应的摩擦对抗 我觉得是很难的 只有兼顾竞争与合作 比如说像一场体育比赛一样 双方能够很好的竞争 共同激励着对方向前发展 但同时要讲合作 讲这个地球村 讲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理念下 才能真正的避免竞争 引导到这个对抗的层面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概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